4月13日,澳大利亚悉尼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持刀行凶的事件,造成了多人的伤亡。 事发后,外交部指导驻澳大利亚使领馆立即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,核实中国公民的伤亡情况。 根据澳方通报,截至目前,事件造成一名中国公民死亡,一名中国公民受伤。 驻澳使领馆已促请澳方全力救治伤员,积极为家属赴澳善后提供权力协助,密切关注调查的进展。